那现在是两点零五分了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黄大林教授 给我们讲一下关于 Reduce Order Morning 的一些 在计算里面的应用 那 without further ado 黄博士请您接管吧 好吧 这尼码这个有点痴狂痴狂呀 那个 我自我介绍一下的话 这个我现在在Penstate的这个当AP 然后几个月前刚从密西根毕业 然后现在我建立的这个APOS Lab 这个Lab就是希望处理一些航空界的得物理创的问题 然后这个slide几乎就是我的打编的slide 然后我比较拖懒就直接拿过来用了一下 然后并且这个我可能下周还会再recycle一下讲系里的一个seminal 然后我这边现在 对到目前为止应该那个声音之类也没问题对吧 我听得很清楚 好那就行 对那我就继续 对然后这边就是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边反正这里有几个招根 这个一个是什么是hypersonic 然后什么是aerothermal elastic 然后什么是scaling noise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先一个一个来描述一下 这个hypersonics这个高烧声速 我想大家估计在国庆之后就相对熟悉一点了 因为我们阅兵上出现了这个东方二一这个比较科幻的这个外形 然后就它这个特别尖 然后这个可以在就是定义上就是超过马克5 也就是说5倍的声速的这样的速度去飞 然后这边的例子就相当于是从美国到中国这个现在是14小时的话 我们那个来回的话hypersonics的话可以就这4个小时完成 然后这边历史背景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过去差不多60多年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个hypersonics 然后没有研究出来的结果呢 主要是因为缺乏实验跟计算上的一些correlation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部分比较无聊 我们就跳过一下吧 这个对然后这边就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就是说在高超声速飞行的情况下 这个流体会对结构进行加热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气动还有热效应再加结构的弹性 再加结构动力学它们会混合在一起 得到一个新的多物理传的问题 这里就叫做Aero thermal elasticity 就是热气动弹性力学这样的问题 然后给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这边是洛马他们试图设计的这个SR-72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航空的话 原来它有一个SR-71 就是那个外形特别科幻的这个可以在马克3 以及三千英尺 三万英尺高的高空飞的那个震撒机 这个72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后继机型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假设考虑表面有一块 它的一个表面这个结构 它在Hypersonic Speed底下工作的话 那么如果设计的不好 那它很有可能经过加热 然后会变形 同时由于有这个空气动力的加载 会引发一些不稳定性 然后这边特定这个不稳定性叫Flutter 就是中文是铲针 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性 然后这边就是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的话 一般正常思路是肯定希望我们一方面有Modeling的Tool 然后另一方面也有Testing的结果 比如说在空洞里面测试一下这个响应 然后跟计算结果去对比 然后它这里的问题是 首先这个Modeling就比较难 因为它涉及三个厂在那边相互偶合 然后再一个问题是 其实不存在可以做这个Testing的设备 因为它需要的那个工作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这基本上只有到最近才开始 美国有些分动可以试图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这边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来描述一下这个分别Modeling 跟Testing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Modeling首先是 这个刚刚说了有多物理上仿证 它每个物理底下它有各自的问题 这个高超升速的热气动弹性 不是热气动弹性 就是Aerothermal dynamics 它自己它会包括有些独特的问题 会在这个高超升速这个速度范围内出现 比如说这个真实气力效应之类的 然后由于流体的可压缩性 这个团流也成为了一个比较困难的讨论的问题 然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您想一下那个真实气力效应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说我来想一想这个背景上面 那那个Perfect Death这个概念大概懂吧 或者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普通情况下去分析流体的话 会需要知道那个气体的压力密度 还有温度之间的关系 然后如果流速比较慢的话 我们知道有一个经典的关系 就是P等于RT20那个一个常数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温度变高的话 它气体之间会产生一些 你会理解成化学反应吧 就是考虑一个氧气它是个二原子分子的话 平常它可能就在那边平动或者转动 但是温度升高以后 这个两个原子之间可能产生震动的行为 温度再高一点可能台湾就理解了 就变成了两个原子 然后这些情况都是不会在低速的情况下碰到 然后会因为现在如果飞机飞特别快的话 相当于流体相对飞机流动的特别快 那这样就意味着这个流体具有特别大的动能 然后但是这个流体撞在飞机上以后的话 它会减速减到很低的速度 然后它这个动能相当于会完全转化到 它那个流体的内能里面 这使得它的温度升高特别快 然后这种高温就导致这个气体会发生一些 这种就刚才描述的那些行为 使得它那个流体的那些特性产生了一些变化 不知道这样解释可以吗 明白明白 就是凡是我们对于那些理想具体的简化假设 有很多都在高温下breakdown 对对对 然后物理机制是刚才描述的这个东西 这样可以 然后接下来对其他的话 这些只是这个各个physics内部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边就还有他们偶合之间偶合的问题 就是说就比如这个流体跟热之间 它会相互之间有温度跟热之间的coupling 当然这个其实也就是conjugate heat transfer 然后这边流体跟结构它有这个变形跟表面气动压力的偶合 这边其实它也是一个经典的学科 它叫aero elasticity 系统弹性 当然我们这边是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了 所以才叫这个aero thermal elasticity 然后这边是这个multi physics这样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刚才提到这么多物理里面 它有非常不同的time scale 就是说流体它的time scale特别小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流体因为它流速特别快 它飞过这个飞行器其实是毫秒量级的 就你想象如果有个流体微翻从飞行器开头飞到机尾 那么它因为是在比如马克5或马克10的速度 这其实相当于可能2000米每秒这样的速度 所以它如果经过这个变合的话 它其实就是大概一毫秒的量级 然后下一个是struture struture它就是相当于是结构动力学的问题 它这个特征相当于是它的基础模态的一个频率 毕竟结构响应还是依赖于它的那个结构模态 然后这个的话是大约就是这边写的这个550毫秒的样子 然后再下一个是thermal thermal这个怎么描述呢 总之是thermal heat transfer 它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 尤其是如果是harpisonic vehicle的话 它可能表面会有一些隔热措施 这会导致那个热其实会比较慢的渗透到飞行器结构里面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你们听过那个4ray number 它是描述这个热有多快可以穿透这个结构 然后这里的话是大概一秒钟的样子 然后最后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我这个飞行器可能飞行的长度可能是1000秒 就或者是个三四个秒这么多量级 然后在这个17秒这个量级底下 底下三个物理上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交互 然后这里就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真的非常高精度的去模拟整个飞行过程的话 那我是否要用这个根据流体的这个特征时间 去resolve它整个时间响应 那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大概100万部 这个去分析这个 这个肯定那个time cost的特别高 然后学术界就是反正有这么一些套路 这个首先根据不同的物理对象 它有不同的model去做这个东西从低到高 然后这边纵轴是这个相当于是时间尺度 所以最相当于toy problem的问题就相当于是我们都用最简单model去处理这三个物理上的这个偶核 那么这个就一般作为这个code的验证之类的 然后这种model显然可以扩展到整个飞行时间尺度的模拟 然后这个也有人做 当然这边我之前证明这样搞的话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就流体那边你们大概知道那个边界层这个poundary layer这个东西 然后这种简单的模型通常不考虑poundary layer 然后在考虑poundary layer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Aerosom Elastic的这个响应会非常非常不一样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用很简单的model去capture整个这个行为 然后不能用简单model的话 那么就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更高精度的model 那比如说Rens或者ARES的模拟或者DNS直接数值模拟 然后这些也有人做 他们就包括这边第二行这个组 他们确实过去几年也一直在做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法扩展这个模拟 让它超过这个thermal的一个time 它根本不可能到达这个整个flight这么长的时间 另外补充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纠结于要达到那个flight的长度 因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这个结构是被一直加热 所以可以理解成它每个时间 物底下这个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而且这个结构不一样它是依赖于轨迹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它的行为的话 必须要模拟整个这个飞行的时间 大明报子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依赖于轨迹的意思 是跟它的加热历史有关吗 对就是说那个我们其实可以回到上一页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问题 这个 他不对 这个这张图是不是很好的 可能不是太好 回到这边吧 这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它结构受到热会变形 然后这个变形会导致它周围的流场有变化 然后进而导致它这个 那个heat flux这个热流也会有变化 然后这个变化的热流也会导致那个结构的热有一个 而结构的温度它的分布产生变化 这就是说它是因为 然后这个显然就是结构的变形依赖于 不对 这个怎么描述 对因为它就是这个三场偶合导致我当前的温度分布 依赖于过去它的keat flux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个keat flux又是依赖于我以前的变形 还有以前的温度分布 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前后依赖的关系 然后这个就在层头开始算 这个没有线子 明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问合不合适 就是我作为一个小白我直觉来想 感觉在一个合理设计就是能飞的飞行器当中 它的结构变形应该不会特别大 然后它的那个对传热的影响就在我的想象中可能不大 但是可能在高马赫数的情况下可能这种人类的直觉可能不一定会准确 只是我想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解释讲一下 对这个intuition的话就是说首先你的intuition大致是对的 但是有个问题是说飞机肯定不能坐太重对吧 然后所以它一般表面的这个我们叫skin panel就是中文门皮 就是它表面保持气动外形的这一层结构 它是必须是一个非常薄的结构薄臂结构 然后这种结构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或者就是在普通的飞行的情况下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因为没有热之类的操作 然后如果是在hypersonic这个情况下 我要不然在上面让这个门皮特别厚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它受热以后不会怎么变形 但是这个厚的门皮会导致飞机结构特别重导致于 甚至于这个飞机其实飞不了 所以我只能用比较薄的这个结构去保持这个气动外形 但这样反过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经过加热 然后它就会其实本质上是产生了酸膜buckling 然后这个结构会导致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形 明白明白多谢多谢 谢谢 黄老师问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在一般这种高马荷树1000秒的里面 一般不会达到热的一个稳态 是不是一般都时刻在变化了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 过去是会是有可能存在一个稳态的 而且实际上过去设计这个飞行器的时候 它就是希望就是按一个稳态的一个热的状态去设计 然后但这样的问题又回到刚才提出的重量的问题 就是说那样我就基本上就是在假设我表面有一个很强的热防护的结构 然后它能扛住最热的情况 然后那这个飞行器可能就不会负责 但那样还是那个问题就是那样设计的话就太重 然后所以现在的设计速度是说我希望设计一个轻量的结构 它可能在飞行过程中不会达到稳态的热的状态 但是它能扛住这个变化的过程 这样解释可以吗 谢谢 然后那就回到刚才这边 这个操作关于这个飞行市场这个规模的模拟的话 这个这边有一些组在也做了一些这个 这个第一个组其实是就是之前我们组 然后第二个组是另外一个Industry的公司 然后这样的话 但总归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要resolve 这个最小的timerscale 然后去模拟整个市场 然后同时它每一步就算用了超算的话 可能也要算秒 使用这秒这个量级的计算时间 然后这样导致它最后是要按星期或者月这个程度来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就基本上就没法算了 然后那接下来问题就是怎么去加速这个问题 然后首先左边的话 时间簿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 用一些特殊的偶合格式 让它就是步数下降 然后右边这个 这个计算时间就是通过这个降解模型来看 怎么能让它算得更快点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宣传上希望讨论的这个东西 然后左边这个偶合格式的话 就历史上存在一些人去讨论做这个叫multi cycling scheme 这个我觉得做流过我和的同学应该也熟悉 因为就是如果单纯的是流过我和的话 那就是那个类似于subcycle 比如流体动的比较快的话 我就让流体多走几步 然后它再走入干部以后结构再走一步 然后中间它会有一些就是数据交换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边还是存在问题就是说 我这个流体不管怎么着 怎么会得走的比较 就是走的时间不比较小 然后就是所以那个computational cost还是在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是reduced order modeling 这个的话也有一套思路就是用一个差值的model 叫creating 当然现在marshen learning那边是叫caution process regression 反正到一个东西就是做了一个水线性的差值 然后这个差值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是它存在 当然intuitively大家也能理解 如果是个差值模型的话 那一般外插都会出现问题 然后那问题是 那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外插这个问题 然后那这边就是modeling 接下来因为我们的重点是reduced order model 而且时间有一些限制 所以关于testing我这边就稍微跳过一下 那个creating modeling 它的意思就是在采样的时候会选择high variance先采样吗 还是 我一会儿会有一个slide子讲这个东西 等会儿希望能讲清楚 好的 对 然后这边testing的话我就大致跳过 主要背景就是说怎么样能造一个搜笔模型 让它能在风洞里面吹一下 然后我得到一个相似的那个热气弹的响应 使得它能够被map回到这个prototype的这个规模 使得我就不用做这个flat test 因为flat test特别贵 然后当然这边问题就是说到去年为止还不存在这种scaling 因为我还没把这东西做出来 然后这个就跳过去 我们等会儿就是会主要考虑这个 其实是主要考虑这个第一点 这个怎么搞一个这个算的比较efficient的一个 simulation 并且能处理这个在flat scale的这个时间数制度上的问题 然后这边其实背景上的我这边这个计算框架 我这个是叫它hifi的 包括这边就是我自己搞这个车牌它也叫hifi的 然后这边就是有我写的一些solver 包括这边CFD的这个solver是那个密西根的MDO Lab 他们做一些多学科优化的一些问题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那个发布在了JCP上面 然后这边就是搞了一套框架去偶合这些solver 然后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这个cathlet 或者这个东西 因为我做了一些多时间尺度分析 使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流体的时间 流体和结构的时间尺度给干掉 留下那个最慢的这个simal time scale 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不是用一万步 而是用不是用一百万步 而是用一千步时间去处理这个flat time的这个模拟 对然后这边就是到那个就是就是那个 我们这次讲的这个tidal的这部分 就是这个erodynamic server是怎么给用降线模型给加速的 然后这边其实我是用了一个比较粗暴的方法 就是说我这边三个厂是不够合的 然后这个流体的话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黑箱 它接受这个结构的变形以及结构的表面温度 然后它在输出这个它结构表面的气动压力和这个热流 然后这两个输出然后再返回到这个两个simal底下 然后它们就这个循环的出现这个coupling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把它换成一个降线模型 然后那既然这是输入输出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来train一个那个interpolation的model 这个这边我就是提前算一些sample solution 然后这些sample solution就来自不同的这个变形和温度的组合 然后它会有对应的不同的压力和热流的组合 然后中间这个联系就是通过这个coupling process regulation给它连起来 然后这东西它是一个就被称为non-parametric model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不像一个比如这个最小二层法这样的东西 它最小二层的话它里面这本身的参数根主是定的 然后通过那些对应的data sample 这个可以确定那些位置的参数 但那样的话就一般会有比较大的近似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coupling process的话能至少保证它这个interpolation model是真的是interpolation 然后并且还能给出一个prediction的error 就是说我有多少confidence对我这个新的输出有多少error 有一个error bound这样的描述 这部分足够清楚吗还是说有些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 然后这一套如果直接上次 反正就直接能把那个server加速这个大概四个量级 但是刚才也提到这边加速OK 但是我这边它是interpolation的model 所以它一般来说只能适合我一开始cfd的条件是啥 它就只能适合是什么条件 比如说我看的那个流体是马赫6的流体的解 那么它这边输出这个reduce order model它输出的也只能是马赫6的解 那么如果我要算一下这个马赫7的情况的话 那我这个cfd又得重新算一套套 这个就非常麻烦了 然后这 上一个slide里面input surface deformation和temperature 它是已经一个parameterization完成的吗 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它的parameterization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吗 对就是deformation是一些特定的structural mode的组合 它输入的是model polinates 然后temperature的话原始的切分它是一个polynomial 然后输入的是那些系数 但是后面通过我的一些一套就是下一个要讲的东西以后 这个temperature它只需要一个平行值 对然后这样的话最终它可能需要 可能是个参数左右去描述一个三维的问题 明白了输出是完整的场 对输出是完整的场 但其实我还经过了一个pod的错误 使得我不需要去预测整个场 我只要预测它被降维以后的系数 所以相当于在training data里面 我找到我输出的一些主要的mod 然后拿这些mod的前几个主要的mod的系数 所以我的输出的系数 对对对 嗯 对然后然后这个这是个差值模型 然后我们怎么来让它外插一下 然后这边应用背景相当于是说 我这个ROM一般这个safety data 只能是固定的geometry 固定的flag conditions 但如果我这个飞机真的在飞的话 那它比如它的altitude肯定会有变化 让我从地上飞到天上再飞下来 那这个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parameter 或者不同的flag conditions 然后我这个飞机上它又有不同的 不同位置的结构 然后它也不见得大小都一样 它也有一些只有metrical scale的不同的值 然后这样组合的话 其实它有很多种可能性 然后如果我每个点都去串一个safety ROM的话 那那就太贵了 那就不用做这个仿真 我就在那儿串这个ROM 然后所以我这边开发的思路就是说 怎么去构造一种外插的方法 然后这边操作是说 我先生成一个参考的ROM 然后假设我要到达或者外插这个ROM 到达另外一个参数的组合的话 那我中间就肯定需要一个correction factor 然后这个factor那就其实精确的来说的话 它肯定是两个ROM的输出 它的ratio 然后这边肯定我是知道这个reference ROM 但我肯定不知道这个corrected ROM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近似一下这个ratio 使用一些业界厂用的一些低精度的解析的一些模型 然后这些模型的就是它的量化的结果 它不见得对 但是至少定性的结果是OK的 然后经过这个操作的话 通过这个ratio 我至少能capture它那个变化的trend 然后我就用这个analytical的ratio 它去近似这个correction factor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scale这个我参考的ROM 然后得到这个corrected ROM 然后这个可以就是一个ROM 解决这个整个这个飞行范围里的这个东西 抱歉 再打断一下 那个Fcorrection它是一个scalar吗 还是一个vector还是 对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它其实是个vector 但它是一个pointwise的函数 就是说我这个ROM它最终输出的是那个结构上 其实是它那个流体网格上 对应的结构上的那些点上的压力和热流 然后针对每个点它有一个correction factor 然后这个factor它是个scalar 但是如果我把它组装 就是结构上那些点给它组装到一起的话 那这个correction factor它就是一个vector 好的 谢谢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Fcorrelation factor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查值的过程 还是根据这个所有的点 然后根据reference的state 对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它就这个东西就不是查值 它是这两个东西它直接有一个解析的表达式 然后我直接算那个解析表达式之间的比 然后就能得到这个correction factor 然后这也是它的一个目的 就是像我规避了需要再做额外的查值的这样的问题 这个reference是在这个reference和correlation 这两个状态是不是都是simulation出来的 还是说里面有实验测出来的 就是我只有reference它是基于CFD的结果 我做了一个查值模型出来 它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飞行条件 比如特定的码核数以及特定的高度 然后以及它针对的是某个特定的geometry 然后这边这个corrected 这边不是correlation是corrected ROM 它希望得到的是另外一个flag condition 以及另外一个geometry底下的结果 但这个东西是不知道的 然后可以根据理论的表达式可以算出来的 对然后就这个我如果拿到这边这个reference去近似这个factor的话 我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的它的值 OK 好 然后接下来 嗯 再来因为这时间已经过得有点久了 我来给一些那个它的收视的结果看一下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关于热流的修正 它那个 嗯 这边我就是针对它每一个点的热流 求一个 嗯 就是求一个值 然后这个值它有一个经典的model 叫Eckers Reference Wizard 然后这个是有一个解析式的一个model 然后换句话说就是我给这个参考条件跟新的条件 我其实这个ratio我是很容易可以算出来的 那算出来这个我就得到这个correction factor 然后就可以去scale我的那个热流的这部分 嗯 然后类似的就是有pressure pressure这部分我们可以跳过一下 因为我用这里给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修正方法 嗯 然后这边是给一个给一个例子 它是有一个参考的ROM 这个ROM 这个ROM 这个参考ROM我是用的CFT Data 是用的那个RK6 然后某一个特定的海拔高度 然后假设表面的B面的温度是这个均匀的 然后这边集合的话就是中间这个灰的就是我那个灰变化的结构 嗯 这边我先考虑的问题是那假设我要predict一个 嗯 一个不同的情况 这个情况它首先那个板它有一个deformation 然后同时它那个表面的温度不再是uniform 它是 呃 它是 它反正是个nonlinear的distribution 然后如果是传统的ROM的话 它如果输入的DATA是uniform的Wall temperature 那么它其实是无法预测这种情况下的热流的 然后呃 呃 这边蓝线就是我这个新的这个ROM的预测 然后它它其实可以capture这个Hitflux 呃 呃 相当好它这个Azure就相当于就5% 这个至少对我的计算来说是够用的 嗯 然后接下来我是再说我这个我换个我换个飞行条件 我就加速到马赫7 然后我同时让那个飞机就下降到海拔20千米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应着其实是压力跟热流都会增加 啊 但是同样经过我的correction它这个pressure基本上 嗯 这个误差相当小 然后包括这个Hitflux 嗯 在6%到7%的这个样子 然后在最后我就说哎 我这个结构我把它缩短一下 我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传 那么这边这个误差又怎么样 然后啊 这边其实这个热流还不小心这个误差变好了 这个只有大约3%的误差 然后压力也是它这个 嗯 基本上 呃 这个进度反正够用 嗯 不好意思我刚才可能错过了 就是 在 geometric scale 变化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调整我们的ROM呢 是跟那个 呃 跟flag conditions 一样我们用解析解的笔值来作为修正系数吗 还是我们重新离合了ROM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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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如果我们只看heat flux的修正的话 嗯 这两个model里面它是包含了那个长度的尺度的 所以刚才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底下分母它包含的假设说我们是L那么长的那个板或者那结构然后我上面这个分子它里面计算的时候算的是4分之L那么长的一个板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它也相当于是用解析解来的比例来计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修正它自带了这个只要没什么的scaling 然后所以它 哎 啊 对然后然后这边它就给它scaled到这个然后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小的error 然后看起来这种work 然后接下来我是做了进一步的verification 相当于是那个 这个我生成的参考的ROM是在这一个flight condition底下 我的structural displacement是用三个模态去描述 然后它它仍然是在这个均匀的 均匀的并面温度底下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这边生成了另外一套用于verification的那个data 它是马赫数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range 然后包括火temperature也是一个非均匀的一个分布 然后这边这个图的话 我好像超市超有点多 然后这个图的话是先看这一列 这一列中间是相当于是马赫数的变化 中间变化10就是说它这个预测是在 是还是在马赫6的时候 这边-2相当于是我在马赫4的时候预测 这边是马赫7相当于 然后这边每一个图的话 它是对于我不同的那个海拔高度的变化 它也同样也还有一个预测 然后最后它这个每一行是对应着 这不同的dramatial scale 这个相当于越缩越小 这个层上往下的话 这里有两种ROM 我们只看左边这种吧 右边一种是比较简单的修正方法 关于压力的修正的话 它其实是直到 直到scale ratio是4的时候 它还能保证基本上 这个Area能在10一下 就是至少如果是在马赫5到7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基本上对那个飞行器的 那个mission profile上是够用的 然后类似在flux prediction这边 这六个图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汉州是马赫5变化 然后另一条线是海拔变化 然后每一行是 只要维持Loss scale的变化 这边它这边还有些问题 它这个在某一种特定的修正方式下 它的Area会有点大 它会超过10% 但是仍然可以用另外一种 修正方法来得到一个比较合力的误差控制 抱歉 也就是说在我的解析解修正的时候 如果我考虑了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我的误差反而可能会更大 那说明解析有问题吗 还是 就是我的想象中应该会变小 对吧 因为我两个因素都高 对 当时我推导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后来想觉得应该是 就是那个 它那个 本身我加入Boundary layer thickness之后 它那个 或者我换个说法 就是说 我那个解析的 那个热流的模型 它是 已经考虑了那个Boundary layer的效果 所以我这边再额外再加一个这个东西进去的话 反而会导致它那个结果变差 就相当于一个变量在模型里表达了两次 可能反而会不准确 OK OK 对 因为它其实热流的估计是依赖于它边界层外部的那个压力 然后我压力修正 如果又修正 就是已经拿边界层给搞了一边的话 我再算热流的时候再搞一边的那个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那个实际使用的话就是用另外这边一种方法去搞 明白 多谢 好 然后这边 对 然后关于Reduce Order Model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时间主要也差不多了 我剩下结果就不产生 这个 因为是跟Reduce Order Model里没有太大关系 刚才是讲到了这个地方 剩下是关于那个我的Copling Scheme是什么样的 以及最后就给了这个结果 这边是左 最左边是我拿7D算的话 Brutal Force 可能我算它有10天的计算量 而我是如果是Conventional ROM 就相当于没有那个Extraflation之类的 那么我可能可以算的快一点 但是我的Offline Computation就会非常高 然后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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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是相当于是我的Work 我这边是同时加入了一种另外一种Copling方法 然后使得它半个小时的飞行 我就能半个小时给它送回 以及它那个Offline的那个Computation 我相当于只需要一个Data Set 然后这样的话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减少 然后这就是可能今天有足够时间讲的内容 那个不好意思 因为最后一张图实在是太诱惑了 我很好奇想问一下Copling Scheme 能不能很高层面的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一些trick 会让它变得这么的有效果 这个那我来看看 那个其实说白了挺简单的 就是这边我第一个问题是 我通过流体的那个ReduceOtherModel的Formulation 使得我不用考虑流体的那个时间时度 这样的话我首先看掉那个最小的那个时间时度 然后这样我就只有相当于Serial跟Structural 两个时间时度 然后其他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解决掉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边的话我就是做了一个那个 Quadded Stadia跟Unstadia的一个分解 然后这边其实是一些Multi-Timescale的分析 然后应该是挺标准的 然后最近我搞出来就相当于是 我可以有一个Quadded Stadia的Response 然后还有一个Transient Structural Response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Theorem 然后如果你查一下的话可以得到一些更多的信息 然后它最终结果就是说只要我两个时间时度差很大 那我这个Error就这样分割的Error就会很小 然后所以我就是我这个Titally Couple Scheme 就相当于是只用算这个Quadded Stadia的Response 然后之后我这个Transition Response不用算 但我可以加入一个Stability Analysis 然后其实就是个特征值问题 然后如果这个问题它是得到的是稳定的特征值的话 那说明我的Quadded Stadia Formulation是正确的 或者说是valid的 那么我就可以去用 就一直使用Titally Couple Scheme 然后所以是我应该某个地方 对 我这边就是也有个例子 就是说这是一个Toy Problem 然后我这相当于其实是两秒之前 我都可以用Titally Couple Scheme去测 然后等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EigenValue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EigenValue 那么我就知道我不能往前走了 我得切换成这个Transient去算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Coupling Scheme的描述 不好意思 那个没有完全跟上 那个我们为什么可以通 你在解那个EigenValue EigenDecomposition的时候解的是哪一个方程 是QuasiStatic还是Transient的一个来着 是Transient 就是相当于我这边做了一个那个线性化 然后就针对我QuasiStatic的状态 做了一个线性化之后 然后如果你去 就反正这个EigenValue Problem 其实就是这个结构东西 就是假设我的K是线性变化的 然后我看我的什么时候会区区 什么时候会失稳对吗 对对对 只不过这边就不仅是不仅仅是Buckling 可能还有一些那个动态的一些问题 所以右边有个Math Matrix 明白就是想问的是为什么 我没有跟上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EigenValue 如果有符合某些特征的话就说明它比较稳定呢 就是我没有跟上这一步 这一步就是可以反过来想就是如果这个Transient 和Response它是Stable的 那么我就可以做这个 就这一步Decomposition 就是拆成QuadetStatic跟Transient 然后我可以直接QuadetStatic 但它如果Transient是Unstable的 那么我就不能直接QuadetStatic 我得解那个原来的问题 明白 所以如果我能够找到 它不稳定的意思就是我会存在一个可以让它施稳吗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 OK 对 然后施稳就是其实就是要不然它有个 有个特征值是0 那个是Buckling 然后如果是有一对复根它在右半屏面 就是有那个正的单屏呢 其实它有一个Dynamic Instability 然后就是Flutter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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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 对对对 然后对 然后这就是它的思路 哦明白明白 太清楚了太清楚了 这这也非常有意思 那么其他还有啥问题吗 黄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嗯 我看之前你是 比如说slice15 然后你是 嗯 解了很多reference state 我说这种 这种 比如说要决定要做多少个reference state 是不是根据这个问题的 Ninearity 嗯 非线性的程度来看的 是不是如果这个问题特别特别非线性的话 嗯 是不是这么解质 嗯 有一点困难还是怎么做 嗯 对这个 这确实如果要实际使用这个方法的话 是要根据你这个 这个问题有多非线性来考虑 因为就像 就也像刚才给的那个图的话 万一它特别线性 可能我这个err它就不是那么平 它可能一下子就给 就会跑外面去吧 那样的话我就得搞好几个reference 然后再搞一下 嗯 嗯 我看那个paper里面写 这样 那个input data有 一般是15到20个 如果是更多的话 它就会converge 嗯 嗯 你说是input 还是什么 input data的数目 我看那个paper里面写 一般是15到20个是吗 嗯 对 然后如果如果那个input的那个数量更多的话 我就需要更多的sample去train这个model 然后如果是15个以上的话 一般这个需要的sample数量太大 然后会使得这个方法不是那么实用 然后这也是我最近希望做的另外一种方法 能处理那个更多的输入参数 谢谢 嗯 我还有一个特别听起来讲大空 那这边是很好奇的问题啊 嗯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什么可能的办法 可以让我们知道多大的误差 是一个可接受的误差吗 因为就现在看10%的数字觉得很小 但是我在想就是我怎么样建立一个直观的概念 10%是大 对 这是我要做的什么一个问题 这个这里就是 其实你刚才这个问题可以再扩展一下 就是说 呃 假设我流体有一些误差 然后就是其实是个概率分布 然后这些会传入到另外两个sore 他们也也出现 他们的结果也出现一些误差分布 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会有一个那个 那个误差传过的过程 然后关于这个怎么去分析 其实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因为它这个division实在太高了 这个问题它至少有5000到10万位的样子 现在方法可能做100位以下 100位以上就比较吃力了 然后 嗯 对 就是 嗯 所以这个领域还有挺多要做的东西 明白 我就是在想就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大家一般关心的量级或者关心的精度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还是现在这方面的实验特别的落后 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实验的标准差 都是只要做到一个数量级就可以的话 那可能我就不需要精确到超过20% 这种感觉 对对对 实验的话可能 嗯 嗯 或者换个说法 如果是工程济测的话 能有10%之内的误差的话就不错了 对对 明白 谢谢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问题 那个 工程济测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盛维跟赵楠有没有问题 把你们俩的问题都给block住了 我因为我不是这个 黄老师您好 我不是这个领域的 所以我听的呢 我觉得是一知半解的 问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 哦 没事 我估计讲的那种参考 嗯 这个是 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计算 和这些模拟 它在应用的领域 它有没有相应的 这个gold standard的实验 已经可以开始比较结果了 或者说去validate这些模型了 还是说 那个实验我们暂时还没有跟上 对实验还没有跟上 这个 这个东西 嗯 今年才开始有 有那个 就是preliminary的实验去做这个东西 就他们相当于还在调试那个风动 然后希望可能接下来几年能做这方面的实验 明白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些实验结果 对这些模拟结果的解释 主要是通过于我们的物理常识 和我们以前的文献和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来做判断的 对吗 对 然后另一方面可能是通过非常高的仿真 精度非常高的仿真 也就是刚才 我看一下 就是 讨论时间尺度的那些 就是 就是 关于这边 那个transient 就是halfidelity transient circulation 这一块 可以作为verification 但是 就像你说的那个 还缺乏很多东西 明白明白 明白 好的 不知道身为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好的 再次谢谢大明 这个 不光talk本身给的很有趣很精彩 这个内容特别有启发性 所以多谢多谢 我觉得 我觉得说着说着好像那个那个参与人书并少了这样子 可能有些人叫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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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过来给我们讲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那谢谢大家过来 这个会议我 我也是record video 然后我会把最后的视频录像传到YouTube上把链接发给大家 谢谢预想组织 谢谢黄博士 好的 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拜拜 周末愉快 Maggie מאוד 散顺